得胜 不过他的这个救援点呢 已经创下了联盟的新纪录了 而且他在前天 时报应对跟三伤虎队那场比赛里面 也出任做救援 而且又得到了救援胜 那场比赛他总共只投了一局 而且投球数非常的少 只投了六个球 面对三名打者 而且把这三名打者都解决了 是一个完美的投球 其实郭建成呢 因为下半球季 这个使用过多 我一直觉得 但是也是不得已的事情 时报应对因为投手调度困难 这对六个球队来说 都是一致的一个困扰 所以说每一个投手都是使用过多 那郭建成呢 又要先发 有的时候还 又要救援 而且有的时候还要做先发 当然更加的辛苦 但是前一次的比赛 前天的比赛只投了一局 应该是有足够的体力 来担任今天这场比赛的 这个投球的工作 不过现在上场 情况非常危急 0比0平手 打到了已经是第八局上半了 渐渐接近尾身了 一分都不能失的情况下 现在二三类有跑者 还没有人出局 所以我的感觉是 他上来之后 应该是先要保证 葛雷诺 因为现在球数也落后了 又是面对左打者 造成一个满了以后 内野的防守圈不必缩小 还是摆着一个双杀的阵势 因为这个双杀 可以从先传本磊 再传一磊 这种方式来做 而且如果能够先解决 下一棒的打者 李居民的话 造成一出局 还是满了的话 那就更有机会 能够在这一局里面 逃脱 不失掉任何一分 上场后援 首先面对的是 葛雷诺 葛雷诺和郭建成 在过去 有过 12个打数 击出过5只的安打 面对郭建成的打击率 达到3成85 打第一个球 一个内野的滚地球 从这个投球看来 好像 时报应对 还是决定 要投 葛雷诺 而没有要 四外九保重的味道 葛雷诺 对郭建成的打击率 又这么高 真的让人非常的担心 郭建成 在职棒5年 有过9度 面对过 兄弟上队 战绩是两胜两败 一救援成功 总共投球局数是29局 投手资责分率3.10 兄弟上队 在他的投球之下 打击率3成36 这一棒又打成了一个 插帮街外 球数现在形成了 良好一块 郭建成一上来 马上投了两个好球 都形成插棒 当然在这种情况下 形成插棒球 也是算成功的 因为都要记好球 现在反倒是 使得球数领先了 当然葛雷诺过去 对郭建成的打击率不错 有3成85 但是也有三次 被郭建成三振过 挥棒落空三振出局 三振了葛雷诺出局 这个三振是今天兄弟 项群们所获得的 第五次的三振 后援之后 第一次的三振出局 对 真的不愧是 现阶段的联盟的救援王 一上来马线 展现出这种 时报应对守护神的这种气势 三个球 没有多少球 就解决了葛雷诺 三个球三个好球 就解决了葛雷诺 造成了一个三振 那现在两个人出局 一垒上是空的 当然这种情况下 双杀是不太可能 还是必须逼得 把防守圈缩小 现在要四坏球保重了 对 现在李瑞宁教练 决定要把一垒的垒包 给填满了 因为造成一个双杀的形式 来对付下一棒的王光辉 李居平不仅是 目前在打击排行榜 打击率非常的高 在赛前是高居第一名 而且过去和郭建成的交战记录 曾经高达过四乘六二的打击率 十三个打数出现过六支的安打 我们看接下来即使保送了李居平之后 要面对的王光辉和郭建成的交战记录就非常的不理想了 只有一成五四的打击率 十三个打数 急紧出现过两支的安打 而且有一次被三振 而且今天王光辉在前面三次的打击 虽然三次都是面对齐哥 那三次打击里面有两次都是被三振出局 还没有集出任何一支安打 我相信这都是李锐林教练 考虑现在决定把李居平送上一垒垒包造成满垒 来面对王光辉的一个原因之一 现在场上的气氛突然突然热烈了起来 前面的七局双方是0比0 现在八局上半兄弟向队 一出局攻占满垒 打击轮到王光辉 现在内野的防守圈稍微放大回去了一点点 因为希望这个时候 王光辉能够集出内野的滚地球 能够造成双杀当然是最理想的 因为李居平当然以前速度不错 现在速度是平平 那王光辉一向速度并不怎么样 都是很好的一个双杀的人选 目标现在是摆在打击区的王光辉 跟在一垒垒包上的李居平 球数没有好球 一个坏球 一人出局满垒的局面 反过来讲 这一局对兄弟相对也是非常重要 因为这个半局他如果再不能得分的话 对士气会有非常大的影响 已经打了七只安打了 现在是满垒 刚刚是没人出局 现在是一人出局 都是很好的得分机会 如果再不能得分 而时报应对呢 到现在为止是打出了一只安打 结果还能够跟兄弟相对 造成这种0比0平手的局面的话 那兄弟相对的士气 会受到很大的打击 这种打击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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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球数现在是郭建成落后 没有好球两块球 两队的教练 现在的心情想必都是15个掉筒 七上八下 一出局满垒 郭建成的 投资球的经验 非常的老道 没有好球两块球 面对王光辉 打成了一个界外球 要记好球一次 形成了一好两坏 当然在球数 打者领先的情况下 打一道球就要打 可惜打成了一个界外 虽然是打了一个界外球 要记一个好球 但对郭建成来说 压力还是非常的大 在这种满垒一人出局的情况下 下面一个球也是 飞投好球不可 否则造成了一个好球 三个坏球的话 不但是对打者有利 而且会对投手造成一个 飞投好球不可的那种 无形的恐惧感 因为在满垒状况 你再投一个坏球 四万就保证 免费让人家得一分 所以下个球也是 飞投好球不可 千万不能造成三坏球 打击出去 右往眼方向 半斗安打阿亚在球 穿了过去 回来得分 两名回来得分 现在连李俊平都回来得分了 王光辉现在也上到了三垒 这个在右往眼方向 一个半斗 不规则弹跳的安打 有三分的打点 在记录上现在 还是 只给安打 双方的将局 被这一次的安打给打开来了 现在是三比零 兄弟队领先 对在球数落后的情况下 当然王光辉 可以仔细选择他所喜欢打的球 而且这个球到了外野以后 无巧不巧 做了一个非常不规则的弹跳 突然从 防守的乔治的右边给弹了过去 一直滚到拳打墙边 所以把这个垒上的跑者统统清光了 造成现在兄弟上队三比零的领先 这个球形成了一个三垒安打 有三分的打点 当然中间有两分要记在齐哥的身上 一分是记在郭建成的身上 那齐哥当然就成为了这场比赛 有可能的败战候选人了 现在继续轮到了陆毅市 第一个球投出了好球来 球数一个好球没有坏球 而且现在维基还没有解除 因为现在一个人住局 三垒上仍然有王光辉 陆毅市今年和郭建成的交战记录 十二个打数两支的安打 过去平均是一成六七的打击率 挥棒落空要再几好球一次 形成了两好球没有坏球 一出局王光辉在三垒 八局上半兄弟向对的进攻 挥棒落空三阵出局 三阵了陆毅市出局 这个三阵是郭建成上场后援 所投出来的第二次的三阵 对又是三个球解决了一名打者 跟他刚上来解决葛雷诺 非常的类似 但是这个三阵也许稍微晚了一点 因为被王光辉急出那个三垒安打 其实应该是一垒安打 加一个非常不规则的弹跳 失掉三分之后 现在是损失惨重 打击轮到了林百亨 林百亨今天前面三个打数 没有安打 挥棒打第一球挥棒落空 球数一个好球没有坏球 但打击了林百亨 今天和郭建成在过去有过四个打数 一只安打的记录 进行的是八局上半兄弟上队的进攻 目前是三比零领先 两处局 在三阵上还有王光辉 但打击了林百亨 球数现在形成了一毫两坏 三垒方向强劲的滚地球 穿了过去 在三垒上的王光辉轻松回来得分 林百亨 这个打击奏效安打 有一分的打点 这个安打是今天林百亨 所出现的第一只的安打 有一分的打点 数据队现在取得了四比零领先 这个球打得非常的结实 守三垒的谷歌仙 虽然把这个球给挡了一下 但是没办法接到手套里去 穿出去形成安打 五位的陆毅 在左岸的草地区捡到这个球 当然只有眼睁睁的 看了三垒上的跑者回来得分 已经打者上一垒 现在换上带跑 换上由陈奇峰来接替林百亨的带跑 现在是两出局 打击人到了红一中 偏低的球 球数没有好球 一个坏球 进行的是八局上半 兄弟上队的进攻 还是偏低的球 八局上半 兄弟上队一口气拿到了四分 这个在一垒界外区的飞球 楚智元已经跑到界外区 等待接杀出局 在界外区接杀了红一中 三垒出局结束了 兄弟上队在八局上半的进攻 留下了残垒 兄弟上队在这个半局 一口气 拿到了四分 目前已经把将局给打破 以四比零 领先了时报应对 各位观众现在比赛 进入到八局的后半 轮到时报应对进攻 时报应对在八局后半的攻势 打击从楚智元开始 楚智元今天前面两个打数 也是没有安打 目前球数一个好球 没有坏球 在兄弟上队的守备方面 由于胡英伟刚刚的带跑 现在已经是接替 手左外野方向 李军民则掉去 手中外野接替 林一增所留下的位置 楚智元这个球 暂时打的是无巧不巧 一垒方向强劲的 平飞球直接进了 王光辉的手套里面 直接遭到了接杀出局 今天已经有好几个球 时报应对都是打者 集出平飞球 然后被兄弟上队的 防守的球员给接个阵着 巴比诺现在有了四分 在后面做后盾 相信投几球来 更是 肆无忌惮 更是有靠三了 对 一出去之后 打击现在轮到了 路易 路易今天前面两个打数 也没完打 而且都是 投手前的滚地球被刺杀 第一个球 巴比诺取得了好球来 这个球打成了 三两方向的界外球 要再记好球一次 当然打击得路易 球数形成了良好球 没有坏球 在前面七局 时报应对的攻势 仅仅黄俊杰打出过安打 一致安打 又是一个界外球 球数不计 还是良好球 没有坏球 对方楼空找到三阵出局的是路易 这个三阵 是今天巴比诺所投出来的第五次的三阵 形成了两出局 巴比诺在两出局之后 打击 继续轮到了陈直信 但打击的陈直信今天前面两个打数没有安打有一次被三阵 巴比诺连续两个坏球投给了陈直信 真的又是两出局没有人在了 依然是一个坏球连续投出了三个坏球了 巴比诺好然突然面对陈直信 好球带不见 D&D的坏球 四坏球保送 保送了陈直信 上到了一类 这个四坏球保送是今天巴比诺所投出来的第二次的四坏球保送 一类上有陈直信 打击现在继续轮到了张正线 张正线今天前面两个打数没有安打 球区找到了棒子 插棒球要记好球一次 一个好球没有坏球 进行的是八局后半石爆音队的进攻 汇棒落空 这球已经是进了快到不说手套里 再看到张正线把棒子给猛然挥出去 球数现在形成了两好球没有坏球 两出局一类上是陈直信 投了一个进身球 形成了两好一坏 石爆音队在八局后半的进攻 两好球一坏球 偏低 打击的张正线 球数现在形成了两好两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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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类上有陈直信两出局 借外球打成了三类方向的插棒借外 球数现在还是两好两坏 这场比赛是两队在下半球机的第八度的交手 前面七次是由兄弟上队 古胜